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打开小铃铛 我们的节目每周都会放松 各位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周末一文志 我是豆融 刚刚我给大家念了一个咒 这个咒叫做点赞咒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你看完本期的节目 一定会给我的节目点赞的 开个玩笑 我今天这些打扮 还有我们的布景一出来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哈利波特 的确是 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看过 哈利波特的小说或者是电影 但相信这个已经风靡全球20年的IP 每个人都应该是知道的 今天这期节目 从我的穿着打扮 到我们的桌子的摆放 大家都知道 是跟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有相关的 大家知道全球销量最好的书是哪本吗 不是哈利波特还是圣经 但我在前不久刚刚看了一个就是关于全球销量最好的图书的介绍 说到在这个前十大的这个书当中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也就是JK Rowling的这个第一本书排在第六位 全球的销量还是在还是在不断的载版和销售当中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1.25亿测的销量了 如果把它的这个全部的七本加在一起的话 全球销量可能排名要更高一些 因为总体已经来到了将近5万5亿测之多了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的确是从1997年第一本哈利波特的书出版热销到现在 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4年的时间了 在全球所有销量最高的十本书当中 除了有大家熟悉的圣经 古兰经 中国的这个红楼梦之类的 全部都是有很长时间历史久远的书 那么最年轻的一本呢 就是哈利波特 可以看到它的魅力不单单是对年轻人 对小孩因为最开始它的设定是适合8到15岁看的一个青少年奇幻的这样的一个读物 但是后来就发现它出版以后啊 随着它的故事性不断的增强 它的各种的内容越来越深刻 其实也是一本成人读物 我相信和我一样喜欢看哈利波特的这个成年人 像我这样几十岁的人应该也是有蛮多的 今天我们就要讲跟哈利波特有关的 但其实并不是讲哈利波特这本书 虽然我一直非常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看哈利波特的一些感受 但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哈利波特的创造者 有人说哈利波特的创造者 也就是他的这个哈利波特之母 就是JK Rowling 罗琳女士 这个说法不为过 因为如果没有他在当年写出这本书的话 就不会有哈利波特这样的一个魔幻的世界 就不会有Hogwarts这样的学校 我们不会知道原来可以这么天马行空 富有想象力 但是今天要讲这个故事确实让人带着一点有点不可思议或者难以相信的情景之下去讲的 大家知道吗 从2001年哈利波特的电影版本第一集推出到今年已经整整是20年的时间了 大家看到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 哈利波特的这个游戏中文版本也是上线了 然后哈利波特的这样的一个创始的人的团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他们打算在今年拍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老友记 Friends的reunion的一个活动 他们就打算把哈利波特也搞一个20年的重聚 大家知道这个重聚可能比当年的Friends就前一段时间重聚还要影响力深 因为Friends是给这个青年人看的东西 而哈利波特影响了可能是一代两代甚至是三代以上的人 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全世界75种语言翻译过 200个国家出版发行销售了5亿多册的书 他们要打算把这样的一个系列回顾在今年拍摄好 11月份已经拍完了 在明年的1月1号上映的节目当中 居然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没有邀请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女士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关心这个娱乐界最近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罗琳女士最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事情 从被哈利波特的世界除名 再到被网报 再到被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死亡勒索 整整的一系列事件 我觉得就像他的小说一样 非常的这个魔幻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 我们就要从一个 一个并非是文学欣赏的角度 而是社会事件的角度来和大家讲讲 为什么JK罗琳被魔法世界除名了 要说这些之前 我们还是先来讲讲 JK罗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创作了哈利波特的世界 好的 我们先来简单快速讲讲JK罗琳他创作的故事 那罗琳他是1965年出生在英国的格文特郡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 爸爸是一个飞机修理的一个工程师 那罗琳小时候是一个有一点点内向羞涩的女孩 可是他非常喜欢讲故事和听故事 他在六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创作了一个小兔子的童话故事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充满着想象力的一个女孩吧 那哈利波特的故事开始有这个构思是在1989年的时候 那一年呢这个罗琳已经是24岁了 话说有一天他坐火车从这个曼车斯特开往伦敦 然后在这个火车上呢他就看到站台上站了一个小男孩 这个小男孩大概就是十来岁的这个样子 然后穿着这种小魔法师的这个服装 戴着一个眼镜一直在对他笑 就在那一刻罗琳就有了一个想法 他要创造一个这样的故事 故事里的人物就是他看到那个小男孩的样子 然后他当时虽然没有纸和笔 但是脑子里面已经天马行空的开始想象了 11岁的小男孩非常的瘦弱 黑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 然后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 最主要就是他的脑门上有一个闪电状的疤痕 所以那个就是最初哈利波特的形象 但是在24岁的时候 JK罗琳并没有开始创作 他最先是在这个英国工作 做一个普通的文质工作 后来觉得就太无聊了嘛 到葡萄牙去当英文老师 在葡萄牙的时候呢 和他这个一见钟情的前夫啊 当时的丈夫就结婚了 结婚生活发现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在孩子生下来四个月的时候 他就离婚了 然后罗琳呢就带着自己的孩子返回到了英国 这个时候他处于一个失业失婚 单亲妈妈的状态 相当于人生最悲惨的一刻 然后他想开始写关于哈利波特的故事 那个时候他过得特别苦 本身就是租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当中 又没有工作嘛 然后还领着英国的这个失业救济补助 然后家里面又小又冷 他推着孩子每天到家附近的这个咖啡馆里开始写作 或者是晚上等孩子睡着之后再开始写作 就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 罗琳用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本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故事 你别以为写完了就大功告成了 写完之后他开始找这个出版社出版上发行 结果四处碰壁 据说给12个出版社的这个发行公司去联系 看了之后都没有接受 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独立的代理商 代理商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罗琳的故事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自己拿着到处去推销 这时候呢 他就找到了一家比较小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出版社 把这个书给了这个出版社的这个出版人之后 出版人其实开始也没有特别喜欢 后来拿回家就给自己的女儿开始念 只念了一个chapter念完之后这个小女儿就非常感兴趣 又继续问他后面的故事 然后出版人一看啊 这好像说明了一点 就是大家对这个故事是感兴趣的 于是在1997年 啊 JK罗琳的第一本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就诞生问世 出版发行了 结果没想到发行之后是出奇意料的好 然后就不再版的速度很快 那也激发了他继续创作的这个兴趣 于是从1997年开始 他利用了10年的时间吧 继续创作一共写从一一直到七写到第七本 那么第七本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一本非常非常厚的这本小说了 相当于是第一本的 你看基本上是两倍这么厚的一个厚度啊 那他讲的不单单是这个哈利波特在这个霍格沃尔兹的这个魔法学校里面成长七年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呢 其实总结下来我的个人感受就是他不单单讲的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故事 他最主要里面的内容有很多爱 友谊还有那种责任和勇气的部分 因为哈利波特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男孩 这我会联想到现实这个生活当中 就比如说弗地摩这样的角色就像是我们职场的那种高层一样 他就像是一个天花板一样 你永远也不能达到 或者所有的人都对他是非常的恭敬 甚至是恐惧的 然后连名字都不敢说的人 只有哈利波特能够站出来去反抗他 这就像是在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面对强权的时候 如何去反抗强权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所以总结下来他不单单是一个小孩 在魔法学校里面所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 他会有很多社会当中的这种普世价值观的一些内容在里面 所以一版一版之后就越来越受欢迎 然后后来好莱坞也看到了哈利波特潜在的非常大的价值 1997年小说出版 到了2001年 哈利波特与魔法师的电影就上线了 之后用了这么几年的时间里 我们看到从2001年以后 他也是十年的时间 哈利波特一步一步拍下来 一共拍了八部 第七部是拍了两本 然后就全部就拍完了 这个基本上也算是上是全球的畅销电影系列当中最卖座的一部了 那么这么精彩的小说这么好看 当然也改变了这个JK罗林的这个命运 刚才我们讲他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一个失婚 然后失业五年在家领着救济写小说的这么一个单亲妈妈的身份 那么后来他就完全变了 我们给大家来讲讲 从2004年开始 罗林就登上了福布斯的这个排行榜当中 当时是身价10亿美元 那么他也获得了这个什么英国的一些很高爵位的勋章 2017年美国福布斯公布了全球百位名人榜 他排造第三名 那么最新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时候 罗林是以75亿元的身价 荣获这个女富豪白手起家榜的第87位 算得上是这个写小说的人当中最有名誉和最有金钱的一位了吧 所以大家就能想象这么一个有着影响力 而且特别是在文化界在青少年界 他的任何的言论都是非常有指向性的 再说他本身也是一个意见领袖 非常喜欢在社交媒体当中发表自己的言论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真的是会影响到很多人 好就是这么一个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人 他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样的话 而引发到全球网友的这样的一个不满 对他的这种反杀 甚至到了到网络当中要让他消亡的一个地步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这两年所经历到的这些事情 罗林在网上引起了这番争执 大概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现在是越炒越热 最后导致20周年的聚会 整个的团队当中都没有邀请他 那最开始是什么样的事 我们和大家说说 大家来感受一下 到底他所遭受到的这样待遇 是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事情要从2019年说起 话说2019年的时候 罗林在推特上公开支持了一个叫做Maya Foster的人 Maya Foster这个人是在英国当地的一个税务方面的一个工作人员 他有一番言论是针对2019年当时英国的一个政策 在2019年的时候 英国有一项政策叫做跨性别政策 也就是说性别认同法案 想要进行这个修法修改 在这个修改当中就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 英国政府就想要简化跨性别鉴定的流程 那其中有一条就提到说 如果一个人就是想改变自己的性别的话 他甚至没有做过这个变性手术 只要他自己认定自己不是以前的那个性别的话 他都可以去做相关的修改 到下一次这个人口普查的时候 他就直接写 哪怕你的这个就像我一样 我的这个生理性别 我的这个出生证明上写我是一个女性 但是我认为我就是一个男性 即便我没有做过女跨男的变性手术 在来年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 我依旧可以写我的心理性别是一个男性 这个法律修改以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简单的自我认定的方式 然后这个Maya Foster就出来说话了 他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政策的 他就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政策真的实施了的话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滥用相关的政策 比如说没有做变性手术的一个男性 他进入到女厕所里面 他说他自己认定是一个女性 但他其实就是一个异性恋 其实就不是一个变性人 可能会进去后骚扰到其他的女性 挤压到女性的空间 甚至出现强暴猥亵女性的这个现象 你怎么去进行管理呢 这个话其实不是Maya自己一个人说的 后来在美国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一个 一桩一桩人是一个男性到女厕所里去强奸女性的事情 因为他说自己是一个变性人 跨性别的人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那Maya的相关言论出来之后呢 就受到了这个跨性别种族啊 以及很多先进人士的反对 认为他这个是一种 极其女权的这样的一个人士 他的言行是不应该的 甚至他的这个言论导致他最后丢了工作 我们刚才刚才看到他在网上呃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斗内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呢 他要打官司当时都已经呃 斗内到了这个8万多的这个英镑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JK罗林出来说话了 他是Maya的这个支持者 他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I stand with Maya 我是支持Maya的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为Maya打抱不平啊 他就觉得呃是这样子的 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性别啊 其实并不是说你自己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他毕竟有一个生理性别在这放着 他觉得有两点担心 第一有没有可能有人会滥用这样的一个政策 他本身没有变性 他本身就是一个男性 但他为了说自己是一个变性的人 到女厕所或者是女洗手间 去侵犯女性的空间 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未来会让人觉得concern担忧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宣传的话 会不会给青少年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就是很多青少年在没有做好完全的考虑之后 就去做一些跨性别的手术 而这样的手术有可能就是这种没有办法修复的 他是属于这种不可逆转的 一旦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性别选择之后 他会发现他的副作用很大 或者并不像我当初想的那样 他在想回头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罗林就出来支持了Maya 那没想到这一番言论一下子就引起了他以前的那些大量粉丝和网友的抵制 大家知道他的粉丝和网友当中之前认为 J.K. Rowling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 比如说J.K. Rowling的这个书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很权威受人尊重的 就是这个Hogwarts的这个校长 Dun Bluedo教授 Dun Bluedo教授的这个设定 他是一个同性恋的身份 所以LBGT的这个族群 他们本身对Rolling是非常尊重的 就觉得是对他们很有包容的这样的一个作家 结果没想到现在居然有背叛他们的这个感觉 随意是各种各样的骂声四起 然后说到罗林这个人呢 他本身呢是一个不是一个容易稀释宁人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别人被骂了两句可能就收声了 但罗林不是 他是一个会马上就开始反击的人 他会去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像我刚才说的两点 一点他会认为被滥用 第二点呢可能会对青少年做成 构成一个这种引导 让他们走向了一个不可逆转之路 他觉得这两点是他担心的地方 另外他找了很多的这个资料 来支持他的一些言言论啊 这就这就使得当时这个话题 在2019年就被炒作的挺多的 大家认为反这个 他是一个反跨性别的人 那这事完了以后 其实一直没有断 第二件事情又出来之后 就一下把罗林推到风口浪尖了 什么事呢 就是这篇报道 这是发生在去年 2020年6月份的时候 当时呢 罗林转发了一个题为 疫情之后为来月经的人 创造一个更平等的世界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文章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在疫情期间 女性仍然是需要这个 旌旗的卫生用品 是需要关怀的 特别是在非洲啊 等等的第三世界国家 更多的医疗资源 可能用到应对疫情了 让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女孩子 没有办法很好地照顾自己的这个私人的卫生 这种旌旗的卫生等等的事情 然后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提到女孩啊 女性啊 以及来月经者等等 他这些所有的这些词 最后用一个概念来总结 他就是把这个来月经的人 指为是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这个标志 所以在文章的这一开头就说到 为来月经的人创造一个平等的世界 这篇文章其实这么说 也没有太不对的地方 那这种指代的意思呢 主要就是针对来月经这件事情 应该受到照顾 结果JK罗林看了以后呢 他认为这篇文章说法是不太好听的 他说为什么要叫来月经的人呢 难道他们曾经不应该称之为是女性吗 女人吗 这样的词不是更好吗 其实我的理解JK罗林呢 他为什么会专门强调这样的一个 不以女性女人来称呢 他后来也解释说 因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当中 我们把女性说成是来月经的人 可能是一种不礼貌不文明的说法 这个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别说西方文化了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们早年的时候曾几何时 大家从来不会把什么女性来月经之类的事情挂在嘴上 会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月经本身是一个比较污秽 比较肮脏的东西是不愿意提起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奥运会的时候 大家记得当时那个洪荒之力的那个少女 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她不是游的有有一个项目游的不够好吗 后来采访问她说你怎么今天游的不太好了 她说是因为我昨天来立价了 她当然这么一说以后就受到了很多西方媒体的这个表扬 就觉得她非常可爱 就是很坦诚的一个人 而且以前会认为东方的文化当中 避讳不谈的事情 她敢于这样的说出来 因为本身来月经就是一件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她这样的一个说就相当于打破了某种禁忌 那其实JK罗尼也是这样的 就觉得你为什么用这样的词呢 这在男权社会当中是对女性不尊重的一个说法 她的这样的想法也是没有什么错的 结果呢又引起了这种跨性别主义和跨性别人士的这个反对 他们给罗林就扣上了一个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什么叫Turf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词呢 就是一个反跨性别女权主义者 他们认为JK罗林是一个反跨性别女权主义者 什么叫来月经呢 就是女性 难道你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可能已经是男性的身体 但他们是女性的心理 他们他们难道就不是女性吗 但他们没有来月经啊 这样子的说法对他们是一个不公平的 甚至有这么一位演员发了一张这样子的图 行为主义给大家看 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 由女儿生转化为男儿生 但有可能仍然继续保存着有些女性的特征 比如说来月经 但是在他们的认知里自己已经是男性了 你怎么去规划他们 所以网友们群起而公之各种各样的说法 他们认为如果JK Rowling是把所有来月经的人等同于女人的话 那你就是无视我们跨性别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哇前面那个支持Maya的那个事情 再加上这个对于来月经者就等同于女性这样的一个说法 两件事情终于激起了这个大众的这个怒火 大家就认为你不要说的那么好听了 纵然你把Dumblito设置成一个同性恋这样的一个人设 但是你本质上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激进女权主义者 你就是反对跨性别的群体 你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歧视 罗林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篇推文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整个就像是蝴蝶效应一样 排山倒海的这个飞翼啊 甚至是十几年合作过的这个电影公司和演员们 全都占到了他的对立面 虽然他后来发了很多长文来解释自己的想法 但依然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稍事休息 后来再来说说他还经历了些什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一文志 今天来讲讲被魔法世界开除了的作者 哈利波特之母JK罗琳他的教育啊 那刚才讲到说他这份言论之后带来的蝴蝶效应 他是没有想到的 十几年的老朋友共同的这个战友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去 最让他寒心的是 哈利波特的铁三角也是最快的时间当中来攻击他的人 曾几何时这三个小姑娘这个小男孩都是他一个一个选出来 在这个角色当中扮演最主要的这个三个人 没想到事情一出来之后马上都开始反驳他 比如说哈利波特的这个扮演者丹尼尔吧 丹尼尔就直接写了一篇文章反驳说 跨性别的女人也是女人 任何反对这些言论都是抹灭了跨性别者的身份与尊重 大家看第一句就是什么 Transgender women are women 就是说你不能说这样的人就不是女人等等啊 就说专业人士都说是可以的 你不能这颗罗里你这样说他让我们失望了 除了他之外呢 Emma Watson 大家也知道Emma Watson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左派的这样的一个女明星 她现在在这个年轻的这样的白人的世界当中 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有带动性的一个人啊 她的说法是来自不同性别的人不能给我们来定义 他们应该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别人质疑 我希望我的跨性别粉丝们知道 我和你们的世界和许多其他人一样都在看着你们 照顾你们爱着真正的你们 然后他还穿了一件这样的T恤 T恤上面写着一行话 应该是trans rights human rights 就是这种变性的这种权利 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以示对于跨性别者的支持 那至于Rowan 另外这个罗恩呢 也是马上就出来也说话了 说的是跨性别的男人就是男人 跨性别的女人就是女人 他们有权利生活在爱中 不需要指责和批判 铁三角都出来反对他了 后来甚至是这个华纳电影世界也出了一些话 虽然没有那么直接 但是能够看出来这个矛头也是赶快跟JK罗林划清界限的 你知道给我的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人一走茶就粮 不管周详不周详 就是这个中国传统的一句话 说真的让我就看到了有点像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便是一个家里面的人也要求你们互相揭发去划清界限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那你就跟他一派的 你跟他一派就是跟这个社会为敌 好像就一下进入到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观价值观当中了 在铺天盖地的这个声讨声中 只有很小的这个人是支持他的 有两个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里 很好玩的是这两个人都是哈利波特里的反派 一个是演这个猫夫的这个男孩 他们他们就站出来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点了一个赞 结果没想到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就被网友狂骂 直接骂哭了 吓得小伙子直接把那个点赞给取消了 那另外一个人呢 厉害了是演福利摩的拉尔夫 演福利摩的这个人本来我就非常喜欢他 演了那么多很棒的这个角色 那么他出来声援罗林了 他说的这段话大家去体会一下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他说我无法理解人们对罗林的刻薄 我能理解争论的程度为何如此的激烈 但我发现这个时代充满着指责 这些谴责是不理性的 我觉得他说的这些话真的总结出了这个时代 现在的一些特色 好我讲到这儿 如果大家认为GK罗林受到的只是这些网络上 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威胁和暴力的话 还不止还有线下的 线下的时间呢 就是发生在上个月10月22号的时候 然后JK 11月22号对不起 JK罗林呢 一个多月没在这个推特上发东西了 忽然之间就发了八篇文章 八篇推文 讲述他近期遭到人肉搜索的这样的经历 是说这个11月19号 好像那天就是这个世界跨性别日吧 有三个这个跨性别人士的这个活动者 他们就到这个JK罗林的家门口去拍了这样的一些照片 当然目的很简单 就是来反抗JK罗林认为他是反对跨性别者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两个人后面的墙上本来是有这个门牌号的 后来我们把他打马赛克已经打上了 JK罗林看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 就把这样的照片就登出来了 他恳请那些曝光他家庭的人把相关的一些照片删掉 当然后来也有警方的这个介入 但事情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反响 JK罗林说他这么多年受到从2019年到现在 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威胁呢 说有要殴打他的 有说要强奸他的 甚至说要暗杀他的 现在又把他的这个家庭住址全部都曝光出来了 他说他收到的死亡威胁都可以用来装表房子那么多了 但他比较牛的一点 他说这样子不会吓坏我的 我依然会说我认为我该去说 该去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事情到闹到什么地步呢 连这个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的这个发言人都出来说了 说我们认为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声讨 或者是针对一个人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尊严和尊重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和别人分享观点的 因为你在说你的观点的时候 你也要听别人的观点 如果你不让别人张嘴 一旦一说就去完全打消他的话 这个世界该成什么样了 大家去想象一下 会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一言堂的世界 对不对 好 整个事情我已经讲完了 那大家在我的这个讲述当中 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你认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反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 还是他真的是对社会当中一部分事件的这种担忧 而去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绪 其实我自己个人因为站在一个旁观者 第三者的角度上来反思 我觉得之前的那些新闻报道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关于来月经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称呼 其实他所想指代的那一系列人也都是没有错的 而JK罗林他的言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因为大家知道来月经的人这种就属于一种天然性的 似乎对女性有歧视的说法 如果拿这个来指代的话 本来就不是那种最合适的一个叫法 所以罗林的说法 我自己个人的角度上看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最主要一点的就是现在在全世界 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医学方面的专家 大家都没有对跨性别者的这样的一个性别认同达到共识 是心理上的认同呢 还是生理上的认同呢 是要变性呢 要做手术呢 还是不需要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说法都是非常混乱的 它还是一个模糊的这种概念 而我始终相信一点就是 罗林曾经创造了这么一个天马行空奇幻的世界 而他的世界当中的人是具有反抗意识 是具有这种团结的精神的人 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会小气到 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和社会大众所完全不容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我所能想到的一点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现在的社会在西方社会当中比较明显的一点 就是极端的自由化的 就我们平常所说的这种白左的这种激进派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前沿的地步了 即便是像JK罗林这样子的一个 本来就算得上是温和的政治正确的人 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不到我们要求的十分 即便你是在五分和六分也是不是我们这一派的 也是要被我们打压的 所以西方正西方的这种社会当中的这种政治正确啊 已经到了一个矫枉过正整个是这种杠精循环的阶段了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很魔杖 从去年开始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 搞了一系列的事件 比如说像乱世佳人 刚为的问你当时飘的原著讲的就是南方社会的那个美国南部的这个黑奴的这样的一些 结果乱世佳人要下架要进行说明和修改 还有老友记Friends六个人凭什么全是白人 为什么没有黑人在里面呢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错误的 搞的这个老友记的编剧要出来哭着道歉 觉得我们没有写个黑人是我们的错 还有呢就是去年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迪斯尼的美人鱼选角色的时候 美人鱼现在是让一个黑人女明星来演的 这个当然一出来也是政治正确的这个最正确的一个做法了 我觉得非常不可以理解的就是安徒生是一个丹麦人 他的这个所有的故事就是一个白种人的这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即便我作为一个黄种人我认为白人有着一种 呃我很不喜欢的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那种天生的傲慢 或者是偏见或者是优越感 但是我觉得这和小美人鱼这个个体是没有关系的 你不能为了体现好莱坞 我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机构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人物都要打破这种多元化 呃比如说下次花木兰我找一个拉丁美洲的人来演 这次的这个美人鱼我找一个黑人的人物来演 好我的确是做到了政治正确 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政治正确凌驾在艺术之上 大家觉得会不会有点矫枉过正太过了呢 总之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的表达是有点夸张的 当然我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理解 因为现在西方社会当中的那种阶级族群当中的矛盾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当中了 贫富差距也很大 你总需要一个出气口 你需要一个排放的一个燃放点吧 如果你在文学作品在艺术作品当中 黑人和白人和普通人大家都不能平等的话 那在现实社会当中的那些不平等该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一个释放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地方 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吧 就社会问题不能解决 所以政治正确的方式可能就是一个面子工程 让大家觉得我们做到了人人平等多元化的这种文化 好讲到这时间的关系也差不多了 其实今天还本来还想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个关于西方世界当中存在的 这种叫做Council Culture就是撤销文化也算是政治正确的一个产物 但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内容当中还会和大家探讨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其实做哈利波特的内容是我长期以来一直都想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会是以一个社会议题的讨论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话题的 心里多多少少觉得有点遗憾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页书才能翻过去 但是我想未来网络当中的这种暴力政治正确的要求 会使得这样的事情可能是越来越多了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想跟我讨论的话 都欢迎大家来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